这部漫画的设定有点牛 男主是一介器材 将五道与机甲融合到了极致 可最后只剩下了半个头颅 只因他在宇宙中遭到了数千道星际战舰的袭击 身为五道与机械化的结合体 他大杀特杀 就连面对敌方的集火围攻 也只用了一根木棍便反弹了所有的能量 哪怕是硕大的战舰 都扛不住他的一刀 可就在他准备胜利之时 敌方却用出了一种超出他认知范围的能量 面对这种招式他难以抵挡 下一秒框的一声 机甲开始破裂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然来到二百年后 男主名叫向山 现在的他还浑然不知自己仅剩下半个头颅了 直到眼前一老一小告诉他才明白 不过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因为他现在无法回忆也无法思考 就连最基本的沟通都非常困难 根本原因就是他生物脑侧面的设施全都烧坏了 这看得老人一脸震惊 于是就立马转头向身旁的小孩询问 这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捡来 原来小孩跟往常一样来到了战争垃圾厂收集资源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在那里挖到了一个新的柔软区 发现了这个濒临死亡的向山 见到眼球还会动 立马高兴地飞起 发誓一定要把他给修好 让他成为自己的新爸爸 原来他从小就确实父爱 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 他已经换了好几个爸爸 这次他一定不会再受到同龄人的吵醒 于是把向山给带了回来 而对面这个用玻璃盖盖住大脑的老人 是回收站的镇长 身旁的小男孩则叫游姬 在他们所生活的区域 就是升华战争时代留下的垃圾厂 这里所有的人都靠捡垃圾为生 如果实在活不下去了 那就卖掉身上的一些部位 久而久之镇上就变成了这富贵样子 此时镇长为了方便沟通 给男主取了一个叫约格的名字 一听这名 向山就发现不对劲 虽然这个名字对他有着深刻的意义 但自己肯定不叫镇格 见到向山约了过去 游姬立马叫了声罢了 这可让向山一脸猛逼 我有儿子吗 随即镇长就解释了缘由 也就在这时 一个摄像头突然伸了过来 气愤的埋怨游姬不该把这死人脑袋带过来 对此游姬只好委屈巴巴地叫了声妈妈对不起 此话一出 向山一脸问好 游姬的母亲居然是个摄像头 她是赛博武道出祖向山 更是机械化飞升第一人 结果自己只剩下半个头颅了 她本以为这样就够离谱了 但更离谱的是 眼前这个摄像头竟然是游姬的母亲 不过这还不是她的本体 她的真实模样是一辆被改装过的卡车 她叫尤姬亚 为了养活自己的七个孩子 卖掉自己的小脑和脑桥 将自己改成了重打百吨的工程机械 即使她变成这副样子 还是没能完全保住自己的孩子 因为有四个病死了 一个还被当做基因税给收走了 听着镇长的这番解释 向山有种说不出来的心情 在她的记忆中 人类怎么可能变成这富贵样子 此时镇长打断了她的思考 并指着向山的脑袋表示 别说尤丽亚了 你明明更奇怪 这个垃圾场是50年前被发掘的 而且升华战争还要更早 不可能有哪个脑细胞能活这么久 见到向山这副状态 镇长也觉得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随即便拿出了一块50代的CP 给她的脑袋安上 随着系统更新与安装 下一秒资的一声 向山的视野开始变得清晰 就连一些视野能够回想起来 虽说还是记不清楚 但她却极极肯定约格这名字 是与她不共戴天的仇敌 第二天一早 游姬就给她找来了一副液体 有了这双手 她的行动开始便利 于是就跟随游姬来到了铜塘树下 铜塘树顾名思义 就是树中会产生一种铜塘的液体 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去采集 而这就是这个时代居民的主食 听完向山就立马喝了下去 可这才发现不对劲 人怎么可能会喝铜水呢 而且树木还都是灰色 是我疯了还是这天下疯了 突然这时游姬打断了她的思考 并带她来到了一座垃圾山 给她残缺的脑袋上按个水壶做保护 顺便找了一堆零件准备 给她安上一副液体 眼前的这个人心脏都需要电瓶代替 但即便这样也不妨碍 她跟一辆矿车抢女朋友 游姬看着向山的新脑壳 可不禁一阵兴奋 从半拉脑袋到完整上身 简直不要太苦 然而向山猛了 这破水壶是个什么鬼 不过游手之后对向山来说方便多了 至少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液体 虽然这只一手有点旧 但有总比没有好 不过自己这对眼睛倒是个好东西 不但对焦十分精准 就连视剧也是长得夸张 经过缩放之后 甚至可以看到几千米外的东西 甚至连别人手中报纸上的字 都能清晰看见 然而就在她还研究自己那对一眼之时 一股庞大的冲击力突如其来 将她撞飞出去 回头定睛一看才发现 这竟然是以诺 她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现在太小了我没看见 然而看着向山残缺的身体 以诺又是一阵阵的嘲笑 向山当下就明白了 你喜欢尤利亚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知以诺听到这个名字更加火大 以这种连零件都凑不齐的小子 没资格叫她的名字 说着就想要再次动手 向山不由地在脑中开始计算各种可能性 只要在她发动攻击的前一秒 倒在轮胎内侧 她必定是来不及准向 到时候只要抓住转动抽 用震动松脱掉螺丝 就可以让她彻底解体 不得不说我真是个天才啊 然而就在这时向山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能够看到 眼前这个庞然大物的构造图 以诺见向山愣在原地 还以为她是损了 要不是戴森原则不让杀人 你现在已经是一堆废铁了 说着以诺一个掉头便是没了身影 只给可怜的向山留下了一堆汽车尾气 向山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戴森法则是什么 又是谁颁布的呢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找 还有之前镇长所说的基因税是谁在收取 游击对这些事情倒是不感兴趣 设定这些东西的人肯定跟她不是一个级别 比起这些她倒是对向山更有兴趣 难道说你是残奥会的运动员吗 大哥文言不禁猛啊 所谓残奥会就是一群拥有最先进一体的五准同台竞争 也是目前这个社会上最大的盛会 向山不由的一脸猛逼 在她的记忆里武功并不是只靠外门工法的战斗 更需要掌控足够强大的内功心法 游记一听更是来的兴趣 那你之前搞不好是侠客 所谓侠客就是掌控着世界上最强暴力的主持 他们信仰一个叫做莫迪的血神 以亚伦斯沃茨的古代暴徒为精神导师 破坏人类文明 向山不由陷入了沉思 按照脑中的记忆和剧情底下 我很有可能是个侠客呀 游记当下也不含糊 不管你是什么 眼下还是赶紧找点有用的零件给你做好下半身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惨的机器人 原装的只有半拉脑袋 身上所有的零件全是垃圾堆里淘化来的 就连游记和镇长看着摇摇欲坠的向山都是陷入了沉思 又丑又不实用 石心的钢柱作为原材料不光浪费 关节处还好像随时会断裂的样子 然而向山似乎是很满意这副一体 不由地运动起来 身体也跟着歌之作响 镇长一看坏了 这该不会是想恩将仇报吧 然而向山缓缓抬头看着两人 礼貌又不实尴尬地微笑 游记当时就猛了 你好像有那个什么大病 镇长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终于赶在税收官来收税之前做出了这副身体 话说每个镇子每年都要为政府上奖新生儿作为基因税 以此来延续人类的基因 一旦哪个镇子交不上税 那么就无法再得到政府的病 届时那群崇尚暴力的侠客就会进入镇子肆意屠杀 向山也有点猛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说着看向自己的身体 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给镇上惹麻烦 思绪间三架飞机已然是出现在半空 一排排头顶监控的雪白色机器人手持武器缓缓出现 下一秒一个身穿军装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大汉牵着狗前来 镇长善笑上前 这个人似乎是第一次来 但随即便是意识到男人的可怕 当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身后的随从指着在场众人大吼 你们这群屋里的平民就这么迎接亚平民大人吗 众人健壮紧忙纷纷跪倒 男人站在原地俯视着这群平民 就像在看一群卑劣的低等生物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小孩突然大哭起来 他的父亲紧忙无嘴想给男人道歉 但为时已晚 男人的脚已经悬在了半空 不过他只是轻轻地踩住了婴儿的头 放心 我怎么可能杀死我的税收呢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看着随从手中的数据面感 你们这个村子的死亡率似乎很高啊 难道说是为了逃税吗 男人当下掏出手枪 一连串的枪声在镇长耳边响起 子弹以他为中心直直化了一个大拳 男人漫不经心地说道 今天你们所有人只要跟我的斗搏斗穿过五分钟 我就认可你们镇子的人口数量 众人看着这一无理的要求也是不经未知颤立 只见随从手中泛起红光 临行前还叮嘱狗子不要杀得太多 与此同时 一个身材壮硕并且高大的半机械人缓缓走进圈内 人狗大战一触即发 将人的大脑移植到狗身上是重什么体验 回收站一名身材高大的工人 二话不说当下请求出站 而他似乎是小看了眼前这只狗子 战斗刚一开始 狗人双臂抬起双拳不断蓄力顺势猛然冲向狗子 既然接下这种车轮战 这狗自然就不是一般的狗 当下一个大跳纵身跃起 他直接迅速落到工人手臂之上 然后以光的速度不断游离在工人双臂之间 而约格却是一眼看出了狗子的部分 原来在很久以前 人们非常热衷于利用动物一体来完成任务 因为速度快体积小 这种战斗方式也是衍生出了一种拳法 名为仿生拳 然而就在众人的惊讶中 狗子却是已经咬中了工人的人工血污 随着狗的撕扯 血管竟是直接被扯了出来 那名工人失去意识也是轰然倒地 落败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众人看向倒计时后竟是赫然发现 时间才过了仅仅五秒钟 阵长倒是不以为然 人工器官损坏没什么关系 那都是可以修复的 但下一场的战斗要怎么办 当下目光看向另一名工人德斯里 以上 在众人的加油声中 德斯里也得只好赶鸭子上轮 约格却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那条狗的智商绝对不是普通的狗子 他的体内一定是有着人类的大脑 并且那是一个舞者 仿生拳法是一种有着遥远历史的舞学 如果不是舞者根本不可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思绪间 德斯里的血管也是被狗子禁术拽了出来 时间与之前那名工人一样 也是五秒 无论谁在上场 情况都没有丝毫的意外 同样五秒 阵长也不禁担忧起来 就算他们这里所有的人上去 也绝对撑不过五分钟 游击看着场中的狗子 原来武功可以这么厉害 但约格却是怒吼起 这根本不是武功 他印象中的武功根本就不是这样 真正的武功是弱小的个人 向暴政挥洒出的反抗 而不是欺凌弱小的工具 看着场中一个个工人的悲惨的倒地 约格不禁挪动脚步向前走去 游击在后面死死拉住他 凭这一身破旧的一体 是根本不可能战斗的 然而约格就像是魔争了一般 一把甩开游击脚步丝毫没有停顿 但下一秒约格便是扑通跪斗在地 原来大哥根本不是想战斗 而是被人推进了场内 税务官在场外看着奇怪的一体 当时就猛了 你是搞行为艺术的吗 然而约格在众人的注视中 却是缓缓起身 这种情绪好像似曾相识 好像有一种在燃烧的感觉 前世的记忆缓缓开始出现 原来只有战斗 才能将我的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 他不再犹豫缓缓上前 要站那便站满了 打狗最好用的武器当然是打狗棍 就算是移植着人类大脑的狗也不例外 约格当下也不准备逃避了 只是凭借现在残破的一体 想要战胜仿生权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看了看一旁的电击棒 这个就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狗子显然也根本没拿这破铜烂铁当回事 当下张着大嘴就扑了过来 就在众人以为约格这一击就要完蛋之时 狗子也是一口咬到了电瓶之上 但不料身体残破却是有残破的好处 约格趁机一拳将狗子直接轰了出去 他此时也意识了 这只狗子不简单 目标直指蓄电池 似乎是想要一击毙命 不过随即一股熟悉的热血敢涌进脑中 这久违的战斗啊 眼看狗子就要扑到跟前 约格左臂猛然抬起重重地砸了下去 只见狗子硬生倒地 直接被砸了得四仰八叉 在场的人都猛了 谁也没想到这堆废铁竟然还有如此战斗 约格目光一转 当下就要伸手去拿电击棒 而狗子此时也反应过来 一口咬住他的左腿死命地向后转 不过这只能是拖慢他的动作 因为现在的一体是根本感觉不到疼痛的 所有的外门功法都是需要遵循牛顿定律 按照仿生拳的策略则是会优先攻击敌人腿 约格右腿当下又向前踏出一步 按照狗子的肩膏来计算 尽管他的力量再大 也不足以在一瞬间破坏人体的平衡 思绪间狗子已然是放弃左腿 禁止咬向了右腿 而就在这同时约格顺势发起反击 右脚猛然发力正中狗子小腹 左拳蓄力挥下计谋眼看就要得逞 狗子的敏捷程度却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的前踏竟然是增加了额外配偶 因此前踏发力竟是躲开了约格的攻击 接着一个光速后撤竟是把约格的脑壳摘了下来 税务官此时也猛了 这堆破烂怎么感觉像是个舞者 但又感觉不到内功的波动 难道是被人杀死的外功高手 戴森法则规定不可以杀死人类 但反之只要不破坏生物脑 其他的都可以做 思绪兼场内一人一狗已然又一次完成了较量 狗子一脸疑惑 这对破烂似乎是能看透我的攻击啊 而约格也丝毫没有犹豫 一个旋风扫堂腿再次滑 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提前量却是掌握得刚好 一击之间狗子已然是被踢上了半口 与此同时 约格也是紧忙俯下身体捡起电击把 但应用力过猛 他的右腿却是突然间断裂 狗子站在一旁看着男人不尽笑 以这香巴老没想到有两下来 说着狗嘴缓缓张开 一个刚制的头盔缓缓从体内探出 直到尽数出现厚重人才赫然发现 这只狗的体内竟然是一个五指的脑子 这只威风凛凛的狗子张着大嘴 下一秒一个人头竟然探了出来 约格也猛了 突然有点小兔 但现在自己又没那器官 只见对面的男人一阵狂笑 报上你的姓名 约格不禁陷入了沉思 姓名吗 向山 向山南越的向山 威尔没有给他太多惆怅的事件 当下屁股处一对推进器缓缓出现 约格也缓缓拉开架势 我可是全世界文明的格斗家 威尔当下一个弹射起跳 静止扑向约格 前掌直冲 电瓶狠狠地砸了上去 嘴里也没闲着 一口咬住了约格的胳膊 而他却丝毫没有发现 约格此时已经将电击棒送到了推进器之前 一股强烈的电流瞬间袭遍全身 接着就是一声剧烈的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让威尔静直到飞了出去 约格的电瓶也不堪重负脱落在地 随之他的身体已然是动弹不过 向山南越 这个称号我可是拿命守护的 威尔此时已然成了一条死口 强烈的电流让他再也无法启示 睡无关看了看计时器 虽然时间还没到 但威尔那条臭狗显然是毫无战斗力 当下缓步走到约格面前 甚至帮他接上了电瓶 约格面对这种久违的战斗不禁感动 他想通过哭泣来释放情绪 但这副一体根本没有类型 甚至无法模拟出哭泣那种复杂的声音 就连如今的手都没有触觉 以前那副活生生的身体没了 要这大脑还有什么用 约格不断挥舞着拳头锤打自己的躯干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甘 他回想起多年前的那场战斗 是自己输了 所以才让世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约格双手抱头不断重复的三个字 我输了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 用一体代替身体的人类 恐怖的税务官 变成狗的高傲舞者 他像山叔的一败涂地 税务官缓步上前 看着他的样子不禁好笑 明明赢了却是被吓破了 他本来想将约格收入麾下 但眼下看来他似乎是没有资格 税务官失望地走到狗子面前 拔出电击棒后 竟是直接将威尔秒杀 转身又看向镇长 今年的税就带走18个新生而霸 尽管镇长心有余计 为什么少了一个 但身份卑微的 他愣在原地一个屁都不敢放 税务官走后 镇长看着被留下的威尔 一具货真价实的无准尸体 他竟然没有带走 而此时约格也反应过来 他缓步上前一把 将威尔的尸体扛到肩上 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可不曾想这群人 竟然想夺走他的战利品 打狗一顿 居然还有勾起回忆的功效 真是一举两得 和那条狗打完仗后 约格明显不一样了 就连游击都看出了他的不同 难道说他是想起什么了 约格叫游击靠近自己 他准备告诉游击一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被传出去 不仅会给他和母亲带来灾难 甚至还会让整个阵子都变得不幸 游击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可下一秒 约格居然决定不说了 说话说到一半也太难受了 于是游击赶紧跑上前去猜客 你想起来自己原来是个大人物了是不是 还是你想到自己还有仇家 看到游击对自己这么好奇 约格只好透露一点消息 你听过象山这个名字吗 本以为游击会有很大的反应 但游击却只是说了一句 没听过 不会把这个名字可是祖父取的 按理说应该让所有人惊叹了 难道说让人惊叹的时代已经消失了 我这是全睡了多少年了 约格简直不敢相信 于是继续追问游击类似的名字 比如像山南岳什么的 但游击却还是什么都没听过 这个回答让约格瞬间垂头丧气 以前自己明明很有名气 全世界人都知道自己 可游击还是不信 甚至还以为他是在吹牛 难道你是残奥运会冠军 约格不知道 因为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自己的陈述性记忆已经被转存了 唯一能记住的 就是自己和那个敌人的名字 猛然间 约格突然抓住游击 你还记不记得约根莫夫这个名字 游击仔细回想 还想起来这个名字 是他刚刚苏醒的时候 但以约格的反应来看根本不是 看来他也消失了 难道我真的睡了几千年 自己真的什么都记不住 当约格问游击今年世纪几年后 才知道现在是209年 游击告诉他三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升华战争 就是这个战争 看来自己已经睡了200年 那么既然我还活着 那么那个真正的约格也一定没有死 约格越想越好奇 自己一定要找出真相 当晚游击带着约格去找舒尔茨医生 约格想给自己一个更方便的议题 但现在缺少很多零件 医生表示自己的确有许多零件 不过他的零件都不是免费的 约格知道医生担心什么 于是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袋子 是那条狗的追骨 但事实上那条狗也是一个人类 只不过是在人类改造的时候 被病毒与基因嫁接了而已 而这种进化之后的产物 就被称为塞国人 就好像游击的母亲之所以会变成那样 都是因为脊柱被卖了 侠客的宗旨是绝对不轻易上网 可没想到就是这个奇葩的宗旨 居然让侠客躲过了一截 约格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方便的议题 拿着金属激化的狗脊柱准备和医生去换药 医生诧异地问道 是逆性使浸泡剂吗 约格连忙点头 原来这个时代是叫这玩意 不过除了这个药 还需要许多零件 但医生却告诉他这些零件太奇怪 还是去废旧零件回收箱看看吧 或者实在不行去网上看看设计的 约格一脸震惊 互联网在我那个时代 因为战争已经消失了 这个破烂世界难道有网络 虽然很好奇 但约格还是没有接受医生的好 毕竟私人网络也不便宜 随后无论医生如何邀请约格 约格都是委婉地拒绝的 可当约格走后 医生却鬼鬼祟祟地来到了叔叔的房间 他告诉叔叔任务失败 约格说什么都不上网 接下来镇长告诉他一个十分严重的罪子 那是戴森原则 就是侠与克勾结 而这个山就是侠 在镇长年轻的时候 因为得罪官员 镇长不得不远走他乡 医生知道这件事 不过后来那个官员就死了 但事实上 官员是被镇长叫来的侠客杀害的 那是父亲告诉他的经验 侠客这种暴徒非常好利用 只要表现出自己的谦卑 他就不会为难你 而这一点 就是镇长利用了医生的生存智慧 本想将这个秘密永远藏在肚子里 但税务官只收了18个婴儿 已经低于了标准比例 看来那些陆林爆孔已经盯上我们了 约格拒绝连接网络 和那些侠客一样 他们的习惯就是不会随便连接 因为一旦掉以轻心 他们的身份就会暴露 山先生在打狗的时候 露出了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获得了那句武者的议题以后 要想让整个镇子渡过难关 就需要侠客的力量 与此同时 约格和游击真的来到了 那个废弃的零件回收里 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寻找零件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那天打狗的事情 其实约格那天并没想挺身而出 是有人把他推出去的 这说明有人想杀他 可游击虽然在现场 但他什么都没看见 约格知道自己不能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提出让小孩先回家 但游击却说什么都不干 无奈之下约格也只好带着他一起去 不久后两人就来到了 最靠近的月亮的高山上 约格可以清晰地看到 月亮周围上的那条划痕 此时此刻的他陷入了怀疑 自己到底是沉睡了 还是直接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随后他带游击看了一个壮大的场面 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像个废体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东西 名叫图灵机 侠客大哥给游击上了一课 居然是关于传说中的图灵机 所谓图灵机 是鸿蒙之处的计算机 也是一切内功的始源 外门武学是战争之中特殊战术 而内功更是能让智能与人工相互提升 所有的内功都是计算机的力量 而所有的计算机 都源自于这个伟大的工程结构 游击一脸震惊 可计算机和内功到底是哪种关系呢 约格认认真真的给他科普着计算机的各种功能 比如可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来计算 有钱人还能做出更多事情 总之就是非常的厉害 约格一口气说了很多 游击却什么都没听懂 不过似乎真的很厉害吧 人类的大脑无法构建先进的计算模型 但计算机一定可以 这就是内功的奥秘 当一个人可以运用内力来控制图灵的时候 其他人就再也无法从这里盗取任何东西 也无法控制你了 练武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可游击一脸诧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约格告诉他 如果只关注外门玄学而忽视了内加的功法 那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读取你的技 甚至是拿走你的经验拯机 没有内功的武者在墙也不过是被压迫着 只有修成了内功才会有反抗的力量 而这就是游击要学的第一课 或许这个知识 会成为他陷入幻术后绝地反击的手门 约格手把手的叫着游击去转动这个机器 机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下一秒直接卡住了 游击被吓了一跳 但约格却告诉他这是正常的 说明世界没有消失 机器没有消失 也说明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在一个模拟器 而这个现象就叫图灵停机 是斩破幻觉之间 约格要继续讲解的时候 游击突然举手问他 图灵停机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 那是一个图灵机是否可以简单判定 另一个图灵机的机器 刚才他们的图灵停机动了 就说明他们此时不在图灵机演变的幻境之中 而通过这次验证 约格也能确定自己不是刚中之脑吗 周围的实在性 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似乎都鲜活起来了 就连内宫的种子 他都可以轻松地把握住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游击的脑袋 还好我们都是真实的 不过对于侠客来说 在理解图灵机的基础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本领 那就是观想图灵机 通过重塑狐老的想法 驾驭存在的意识 直接构建出停机的指令 他们所需要的 并不只是这一堆废体 根据机械结构的图灵机 他们就可以构建起内宫的种子 五岁小孩幻想成为无忧无虑的侠客 可殊不知侠客才是挨打最多的 约格说了这么多 游击明显没怎么听懂 可时间已晚是时候该回去了 游击赶紧抓住他等一下 我们不多谈点侠客的事情了 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刚才教你的那么多 已经够你受用一生了 游击别的没学到 但却知道了他并不是约格 而是侠客向山 向山掉头就走 可就在这时 游击却犹犹豫豫 直到最后他大喊了一声 我也想要成为侠客 侠客看起来很帅很厉害 但向山一脸无奈地告诉他 厉害那是侠客在装X 侠客挨打才多呢 但游击根本不怕 他想成为侠客 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和母亲的生活过得更好 可即使这样 向山也不同意 他劝小鬼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 侠客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侠客忠不忠不孝不忍者 实在是太多了 况且成为侠客后 在官府眼中 那就是一辈子洗不去的污点 可小鬼一副我不听我不听的样子 我就要当我就要当 其实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但好像就是听完刚才向山那段 慷慨激昂的感慨后 也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侠客 就好像向山之前跟自己说过 不懂内功会有很大的异常 但游击却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向山没想到 这小子还挺有教育价值呢 那就坐下 给你讲讲侠客要说什么好吧 不久后向山的大脑中 许多东西都被唤醒了 或许传授给游击一些本领 也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游击关于知识诅咒的事情 无知的生活和安宁的世界中 不知道自己在忍受痛苦 未必是一种不幸的 就好像追逐光明 却始终要处在求而不得的恐惊之中 游击一脸疑惑 向山今天说的话 怎么都这么晦涩难懂呢 不过游击相信他是个好人 以后自己也想过上 那种舒服自由的日子 听到自由两个字 向山再次确定 这回小孩真的适合做侠客 因为侠客就是为了自由而诞生的 但这里的自由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虽然侠客之中 的确也为了自己想法成为侠客 但大部分的侠客 为的都是众人的自由 自古以来 强大的事物欺负弱小的事物 似乎就是理所应当 但事实上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弱肉强食的本质 是对人类想象的共同体的践踏 懦弱的人一直处于非常痛苦的状态 不过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是莫迪 他站出来提出了互利互惠的观念 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除此之外 还有奸相爱这句话也是莫迪提出来的 而这就是法家的力量 若是修佛先修心 在大多数时候 没有人会想着去违反一个地方的法律与制度 但有的时候 法律守护的不仅仅是民众 更多的是资本与统治阶级 一个地方的最终受益者 还是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人 突然向山的身体再次颤抖 似是又想起了什么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 强者践踏弱者就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用赛博的话来说 就是插取零件剥削弱者 每当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时 就总会出现那么一批人凝聚成一股力量作为反抗 也就是弱者的反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侠客其实是社会体制下的弱者 尤其听完向山的话似是懂了些什么 其实侠客也并非全是坏人 尽管武功高强的侠客作为个体来说很强大 但他们要对付的往往是一个集团一个利益体 所以古今中外的起义往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而武功的最核心理念就是暗杀 它可以让弱者以最小的成本 获得向强者挥刀的力量 但是在强的武功最终也只是门技术 它可以被好人利用 当然也可以被坏人利用 所谓暴政也就是少数掌握资源的人 对大多数人的压迫 只要这部分人被杀 那么暴政自然而然会消失 接着向山缓缓将目光转向游击 所谓外门功法本质上就是暗杀之权 但欲赛伯一体想匹配的武术 并不是古老的东方武学 而是根据西方早起的火枪演变来 这种暗杀术集合了游击 狙击各种作战的所有理论 而由于赛伯一体的无限可能 这种暗杀术的威力也超出常人想象 说到底武功的本质就是一种算法 外功算是一门模板 内功就相当于是信息 终于向山将自己的全套理论尽数传授于游击 并且要求他先从内功学起 随后大哥双手向后一辈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师父了 游击明显有点猛 师父是什么能吃吗 大哥瞬间整个人都不好 师父就是侠客之间的一种契约 次日一早向山还在忙活自己的心意 镇长却是适时地走了进来 他当然也是知道了向山购买零件的事 说着更是想上前指导向山 但如今的向山又岂是之前那个傻傻的约格 明知自己是侠客 还帮助自己 不可能是没有目的的吧 不过也没关系了 目前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能让别人看得上眼呢 而对他来说眼下最重要 就是找一个坚硬的外壳 并且还要找一个完全吻合的头盖 毕竟把扒拉脑袋暴露在外面 跟人干涨不是个明智之举 跟别人干架是扒拉脑袋暴露在外面该怎么办 眼下这就是向山最头疼的问题 镇长突然想起来镇子上 还有一个三地熔炉可以帮到向山 说着老头还一把将他拉过来 报酬方面就不用谈了 我们就当感谢你了 这让向山彻底严肃起来 他可不相信还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原来再过半个月就是福利官下发福利的日子了 每个镇上的福利都是根据税收来决定的 可之前说好的税收是19个婴儿 但那天只收走了18个 所以到底是服事货还有未可知 如果此时政府一旦撤去对镇子的庇物 那么凶恶的荒野暴徒就会彻底席卷整个镇子 说着镇长双手何时看着向山 暴徒来袭的时候还要请你多帮帮忙啊 向上猛啊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直忙到深夜 向山总算是有了点头绪 他看着威尔的内副犬型一体不经陷入了沉思 必须得抓紧将这副一体转化为我能用的零件 这些电子肉体的纤维应该都可以独立拆解 而这些独立芯片应该也能独立驱动一体的某一步 而且这个蓄电池也比他之前那个破电瓶高级多 这么一来起码耐力肯定是能变得更强 随后他又惊奇地发现 就这破狗体内竟然还安装了内燃机 看着地上露出的液体 向山当下用手指摩擦 随后竟是燃起蓝色火焰 这他喵的竟然用的还是乙醇燃料 能用的零件就这些 改装到什么程度他也不知道 首先他需要处理芯片 但他将芯片连接大脑之时 却是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 这上面的数据竟然有问题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计算机技术竟然是停滞不前了 连程序都是用的最基础的私语言 驱动程序不但写法粗糙 更是连封装的程度都没有达到 就像一个舞者 拥有着极具完美的外功 但是内功却是永远停滞在一个境界 思考片刻后 他也只得利用自己脑中残存的知识 重新对芯片进行编写 而此时的游击已经是悠哉悠哉地跑了出来 反正接下来师父要做的事他也看不懂 自打他拜了向山为师 镇上的恶霸们对他也是敬而远之 毕竟向山可是能够打败舞者的存在 然后就在这时一个高达的身影拦住了他 男人一把抓起了他的衣服 但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便是再次放下 原来这个男人是尹诺的手下 而当初推向山进场决斗的 也正是他 这一切都是尹诺的主意 不得不说机器人之间的极度心 也不是一般的强啊 这个机器人就像磕了药一样 不但胡言乱语 更是浑身抽搐 刚嗨完没多久就一枪被人杀了 此时的向山还在紧锣密鼓地 编写着自己的芯片 他把脑中的数学程序 还有编程语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再将内功核心的思语言输入 以上所有的数据结合在他身上 形成了一套全新的赛博武术 为了自身的思语言不被他人破译 他更是将自己的程序 按照更加先进的手法重新排列 终于在经过三七二十八的小时之后 向山也是终于重写完整 并且因此他也获取到了更多知识 这一独一无二的语言 绝对是世界上最难懂的 作为一名侠客来说 这也是最强大的语言没有之一 然而就在此时 以诺驮着科嗨了的 维利悠哉悠哉地回正 由于戴森原则的存在 所以绝大多数让人成瘾的东西 都不允许消瘦 但像高酮素这种能让人 还又不会让人成瘾的东西 却是依旧可以 现在的很多人 一般在打完游戏或者竞技之后 都会选择打一针让自己放松 以诺还记得第一次注射高酮素时 好像那个人类的身体 男人的雄风又回来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手中倒钩甩出 牢牢地控制住了以诺的轮胎 男人缓缓现身后 以诺这才认出 此人正是出了名的荒野暴徒来服 更是团伙Z组织内的核心成员 这么一个煞星 他肯定是惹不起的 当下唯唯诺诺地询问来服的用意 而男人却是笑了起来 听说你们的镇子出了一个无准啊 并且他还击败了 税务官的贴身武士 以诺一听这件势力 马气不打一出来 瞬间发动玛丽静止猛冲 然而来夫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直接打爆了他的前轮 此时的唯利也是被这一变动惊醒 当下没有好气问到搞什么鬼 但人家荒野暴徒 哪跟他嘻嘻哈哈 直接一枪干爆了脑瓜子 给他送去了西北 以诺面对这一暴行 也丝毫没有办法 依旧是唯唯诺诺 由于他们镇上的税务并没有交起 所以领主决定取消 对小镇的一个月毕童 而来夫显然就是打算 趁火打劫的第一人 以诺听到这也是彻底吓破了他 当下把向山的来历尽数说了出来 来夫也是有点诧异 在失去了所有武道算法后 竟然是还能打赢威尔 另一边税务官看着眼前的面板 上面竟然都是来夫的所有信息 显然他知道来夫的一切行踪与目标 只不过他选择漠不作声 哪怕他是个荒野暴斗 这个机器人认为人类不过如此 因为他们根本创造不出来人工智能 只有人工智障 因为计算机能够做到的事 人类在花费一定的时间 与资源之后一样能做得到 游击听完倒是对向山的话表示怀疑 毕竟国际象棋里的人机比人类厉害多了 而向山却是一笑 所以他只知道下棋 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下棋 计算机能做的都不可能超出人脑的饭头 说着向山拿起一只铁棒在地上 写下了几个字母 我来教你第一样东西 不耳运算 随意地取两个值 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字母 一升二 二升三 计算机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也就是说人可以用铁棒在地上 进行同样的计算 计算机只不过是代替人手 完成了这个公式 布尔算法就是将人类理解的东西 拆解成机械可以理解的东西 而内功的最高成就者 就是将自己理解的东西输入进计算机 让机械最大限度的发挥能力 数学就是道 布尔运算就是数字 道升一 一升二这么一次推算就是内功 游击听完这一切彻底懵了 因为他一个字都没听懂 完事向山还给这可怜的小家伙留了家庭作业 夜晚经过向山长达几天的挑食 结合威尔的全新一体也大概制作完成了 说着他再次将游击叫到面前 从他脑中缓缓取下芯片 果然在这个世界强者是不允许弱者崛起的 游击的芯片内不但没有防火墙 更是有着大量的伴儿 向山当先把游击的芯片加固一个防火墙防止偷窥 接着再次测试芯片内的伴儿 果然这次游击的一体灵活了很多 只要有了这块芯片 游击就能将自己跟普通人区别开 做完这一切后 向山再次紧锅密鼓地制作属于自己的芯片 面对阵长的请求他其实想不拒绝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总觉得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虽然面对强大敌人时最好的办法是逃跑 但武学本来就是一门用来保护弱者的技能 说着他拿出完成的芯片 帮我把这个芯片装进生物脑 只要有了他就能真正成为过去的自己 下一秒向山一体一阵 随即一体竟是直接开启了自检模式 看着地上镇长送过来的一些合金外点 向山这才明白 自己眼下这副一体到底弱到什么地步 必须在福利官到来之前 找到一双足以媲美舞者的手 而此时以诺已经是独自回到了镇子 他竟是向所有人撒谎说为例的死 是因为向山 就因为他没有卖掉那具狗的一体 然而就在这时 镇长二话没说直接开枪 如果不是向山 我们连一个税都交不上 这个镇长突然又硬起了 为了保住小镇特地吃巨资 从外地请回来三个舞者 因为今天就是福利官驾到的日子 而这三个舞者到来 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御敌 他们对那个不用算法 就能打败威尔的家伙更感兴趣 然而就在此时 天空中一架飞机缓缓落地 飞机中缓缓下来一个 独岩铁桶的高大男人 后面一台台婴儿车 也被缓缓推了下来 这就是小镇本年的福利 只要有认领医院的家庭 就可以上前认领 看中哪个就可以直接带走 但镇长却是丝毫没有松懈 因为最重要的宣读庇护 还没有进行 然而男人做完这一切后 禁止离开 镇长还想上前说些什么 没想到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老头 你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还需要我多说吗 说吧男人便是 自顾自地向后走去 19天后我会宣布庇护成立 眼下也就只能依靠 这三个舞者了 然而就在福利官飞机 离开的下一秒 一名暴徒便是 大不留心地冲了过来 好像晚了就会被人 抢走什么一样 而身后的三名舞者 也是同时黑袍一线 只见安东尼手持加特灵 率先亮相 大哥二话没说 对着来人直接开枪 只是没想到对方自转 直接形成一股 极具防御能力的龙卷风 突然一道光束闪出 一击之间竟是 直接把安东尼的脑壳 整个贯穿 来人正是先前的 那个暴徒来扶 据说安东尼曾经 凭一己之力 击杀了30名暴徒 现在竟然是被秒杀了 另外两名舞者 虽然惊讶 但高傲的性格 也不允许他们退缩 当下纵身跃进场中 只见龙科尼挥舞着 两把镰刀 静止冲向莱夫 镰刀与钢棍在空中 不断接触 发出清脆的响声 龙科尼以为 自己占尽了上风 但殊不知莱夫的实力 根本就没发挥十之一二 最后一名舞者 也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瞬间运起力气 直直地冲了上岸 而即便是力量型的 保卢斯在莱夫面前 也竟然难以前进半步 面对狂轰乱炸般的拳头 莱夫丝毫没有慌张 左闪右挡 一时间竟是游刃有余 突然莱夫抓住空荡一棒 挥向保卢斯 他还以为眼前的莱夫不过如此 没想到人家直接反手 就攻向了龙科尼 大哥避闪不及指的硬扛 结果整个手臂竟是被直直敲飞 两人大惊之下 决定同时发动最强一击 他们的攻击看似极其强大 但随后还不等攻到莱夫面前 两人便是同时停顿 好像脑中有无数魔鹰环绕 他们同时意识到 这竟然是掌握目击之术的内功高手 正所谓练武不练功 到头一场空 无论外功训练的再怎么强悍 面对内功高手时 也只得被秒杀的命运 而保卢斯也是认出了莱夫这招 几年前有个侠客暴露了行踪 于是一大批武者想要对他发起挑战 然而这名侠客 仅仅只是跟他们对视了一眼 之后他们所有人 就像是失去了心智一般 开启了互相残杀模式 而莱夫对眼前这人也是饶有兴致 他也没想到这么个小镇里还有识货的人 就在莱夫准备发动最后一击 干掉保卢斯之时 他的动作却是发生了迟疑 原来刚才跟三个舞者对战的不是莱夫一人 而是还有一个他的搭档劲爆魁 莱夫注重外功的修炼 但内功只是个入门级 劲爆魁则是专究内功 外功更是一窍不懂 两人通过WiFi将身体相连 并且莱夫将自己一眼的权限 分享给劲爆魁供他发动内功 他之所以阻止莱夫杀掉保卢斯 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外功技巧 坦克保卢斯在外功高手里 可是有那么一息之地 然而保卢斯听到这还以为 莱夫要放了自己 当下就准备放点彩虹屁好喵杆子 没成想莱夫下一秒竟是拦住了他 我让你活命 但是你必须要加入我们了 保卢斯看着眼前的莱夫 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虽然他有自己的信念 但一边是失去一切的死去 另一边是休息内功重生 大概是个人都知道该怎么选了 莱夫当下也是表现出诚意收回了目击之术 他们根本不必担心 有朝一日保卢斯会背叛他们 因为暴徒们可以共同创造记忆 比如一起打劫 一起杀人 一起吃喝瓢 庞大的记忆与快活的生活 这才是能够一直吸引暴徒们的原因 哪怕是最强大的侠客 面对这种奢靡起无拘无束的生活 也难保不会彻底堕落 不过他们此行的目的可不是保卢斯 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废人罢了 他们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能打败无准的向善 尽管普通人可能意识不到他的价值 但能击败威尔的人绝对能算得赏是人才 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安东尼 确实又缓缓站了起来 莱夫当场一惊 竟然还能回光返照 当下也不含糊 直接一棍刺出再次将他送去了西北 镇长眼看大势一去 也是准备拼死发起反击 但连武者都不是的 他连莱夫一击都是承受不住 下一秒他的整队一体已经是残破不堪 而就在此时进爆魁 此时感应到了什么 原来尤利亚要带着游击悄悄地溜走了 莱夫当下也不多说 绝对一个都不能留 男孩一击之间被人炸断了右腿 尤利亚深知大势不妙 立马鼓励催促游击赶紧起身修理一体 但此时游击的注意力还全在妈妈身上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步步逼近的莱夫 尤利亚请求莱夫不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甚至连自己的脑液都可以付出 可仅凭他目前的一体还不至于让莱夫动心 只见他上前一把抓起游击 跟我说说你从垃圾堆里找出来的那个男人吧 游击这才明白 原来这个暴徒的目标是自己的师傅 莱夫听到这个也是懵吗 只有成名已久的侠客才配让弟子叫自己师傅 他也没想到自己碰巧竟然是遇到了一条大雨 侠客们可是最难被活捉的 他们宁愿去死都是不愿做奴隶 莱夫与劲爆魁当下决定先给向山下的木马控制他再说 他们甚至是已经想好了向山加入他们以后的场景 于是乎为了引向山出来 莱夫用长棍挑着游击便是在镇子里大摇大摆的游行 居民们看着气氛但却是没有一个人赶上前置之 然而就在这时莱夫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猛然一个转身这才发现 竟然是以诺这个废材 莱夫倒是不见外 一边拦住以诺一边还亲切地打着招 游击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以诺竟然是勾结暴敌 并且还害了他的母亲 以诺一听这话瞬间也懵了 自己心爱的尤利亚竟然是被自己间接连累了 但是面对强大的对手引诺最终还是锁了 然而此时的向山正在进行改造的最后一步 融合威尔的记忆 这样一来他的招式武学都可以尽数为向山所用 而此时的莱夫已经是来到仓库门口 他查探着里面的情况丝毫不敢大意 面对着屋内唯一的热源 莱夫与劲道奎双双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随后莱夫开口大喊 开始还很客气 但到了最后也是成了屋檐会语 而屋内的向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他的最后的一体双臂即将安装完成 剑向山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莱夫当下上前将游击扔到空中 随后手中铁棍挥舞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随着游击身体的破碎 地面也被莱夫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然而就在他准备痛下杀手之时 一个飞影猛然从屋内飞出 速度快的竟然是连劲爆魁这个内功高手都没有看清 只见向山一身舞者铠甲死死地压住的铁棍 他没有丝毫犹豫 当下又全猛轰向莱夫的响 随即一把将地面上的游击托起 直直地跳了出去 看着吐血重伤的游击他心疼不已 仅仅是被改装了一部分 那种专心的疼痛天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承受下来的 男人刚收的徒弟为了掩护自己被人打成了重伤 与他不同的是游击的身体并未完全改造 身上还有痛觉 向山紧紧盯着游击残破的躯体 双腿内脏和腹腔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不过好在损坏的器官都可以用人工修补 来自于威尔的那张芯片 中型暴徒组织Z的四档架 擅长的棍树流派名为SSC三兵和一棍 算是一门风格多变战术灵活的正宗武道 据说在残奥会的搏击项目中被一个全市祭拜 赛后便是用棍树杀死了对手 师傅得之后将他逐出师门 没成想莱夫一怒之下便是屠杀了整个师门 向山看着一系列莱夫的介绍不尽效 就你这样的也能算是武者吗 仗着有一技棒身便是势强凌弱 莱夫文言更是觉得可笑 武者学武不是强凌弱又能干吗 他死死盯着向山 你那套弱小对付强大的理论早就过时了 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弱胜强 江湖上只有强大的人才能生死 说着莱夫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对向山抛出了橄榄枝 虽然你之前是混武龙道的 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会信奉那一套 不如来我们陆龙道 至少没有那么多约束 向山文言确实有些懵 在结束暴政之后那些刺客与江湖不是应该消失了吗 为什么会有人重新定义一种火法还命名绿灵道 不过向山对他也没什么兴趣 难道说你们妖人入火都是带着杀人的心思来的吗 莱夫倒是也没有生气 他早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当下长棍立于身前 大剑剑术 向山凭借威尔的记忆芯片深知这些功法的厉害 这种级别的高手挥棍不亚于挥刀 如果被击中很有可能会被一劈两半 向山紧忙在脑中计算着对方出手的各种策略 单从一体的强悍程度来谈 无疑对方占尽了优势 而他还发现了莱夫体内那强悍的目击之术 思绪间静爆葵的攻击已然是来到了向山面前 下一秒红外线长驱直入触及向山一眼 两人同时大喜还以为成功控制了向山 但随后他们却是发现丝毫没有效果 这更像是被什么东西阻挡了 静爆葵见状有些懵了 这难道就是防火墙 但是他又没有发现丝毫的痕迹 难道说真的有这种上乘到察觉不到的内功吗 但对向山来说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效果 在这一股代码的刺激下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脑海中缓缓出现一个女人 她眼睛余光撇着向山 我教你三招可好 只要你学会了这三招 往后对上谁都不会吃亏 最上乘的武学就是检验自身 攻击收放间不留一丝痕迹 人们也把这最强的三招称之为屠龙三招 第一招快速检索自身软体内异常数据 第二招运行外来代码 直接混淆重新排练 然后封装再送回数据 第三招消除自己的侵入痕迹 看上去这三招技能非常之平凡 但其中却是有着超乎技术的智慧 随即莱夫便是发觉了自己一眼的不对劲 自己的事业竟然是受到了影响 就在刚才向山接下他目击之术的瞬间 他便是以红外线平断向莱夫一眼之内投射了数个二维码 就是这几个二维码导致莱夫彻底失去了画面 并且劲爆魁送出的恶意代码通过莱夫的身体 最后竟是又送回了劲爆魁体美 目击所做的防护在真正的程序员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劲爆魁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当下叮嘱莱夫必须尽快解决战斗 然而此时已经是晚了 劲爆魁的发出的指令已然是被向山尽数使用 而以劲爆魁的水平还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再过三分钟他们两人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被彻底烧火 眼下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解决向山 然后逃走等待救援 莱夫当下也不含糊 脚下猛然蹬地直直地冲了上来 但是向山又岂是那种坐以待毙的 当下纵身越向一旁躲开莱夫的致命一击 随即在空中不断变换方向试图找到莱夫的破绽 而对方的外攻实力明显也不弱 手中长棍不停对着向山所到之处挥舞攻击 然而向山抓住长棍落地的空档迅速抓住一头 尽管莱夫连人带棍一同挑起 向山依旧死死抓住不放手 两人的一体重量差距实在太大 一时间向山竟然无法发起反击 随着莱夫长棍的不断猛烈挥舞 向山终于也是坚持不住了 但他依靠自身的灵活跃上了一旁的房子 也避免了重击下受伤 随即向山发现右臂竟是失去了控制 可能是刚才缓冲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下一秒莱夫再次锁定了他 随后手中的长棍就跟了上来 此时的向山也只能疯狂逃窜 拼力量拼不过 速度也只是相当 更别提说什么防御力 随即他稳住身形死死盯着莱夫接下来的一击 终于让他抓到了机会 就在长棍落下的瞬间向山不退反应 直直地跃向了空中 他渐渐地已经摸清了莱夫的路数 武功归根结底来说还是一门暗杀之术 尽管身体强横程度不够 但只要一击毙命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与比自己强壮的人对战应该怎么办 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不断走位躲地攻击 暗中寻找机会与对手的弱点 然后一击毙杀 向山面对袭来的长棍不断在场中辗逗逗 每次莱夫长棍送到眼前之时 他都会以各种姿势进行躲闪 这套SSC三兵和一棍他当真还没见过 应该是他沉睡期间发明出来的 不过这一战的凶险程度 远远不如当初与威尔的那一战 虽然对手更强了 但当时自己那副垃圾一体 完全就是一些铁器拼凑出来 如果说威尔的一体算100分 那么莱夫的一体起码要300分 而自己当时的一体也就是一分 现在自己这副一体跟莱夫相差也就几倍 但如果说莱夫的武学可以算得上是100分 那么自己的武学无论是外攻还是内攻 都能算得上是1000分甚至是1万分 说着向山再次看向对面的莱夫 如果是他掌握这副一体 他会直接握在长棍中段 用两段进行攻击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莱夫的内攻已经失利 而且指令已经下了 莱夫此时也是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向山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队伍 说着他下意识地净是准备逃命 然而此时保卢斯两人也赶到了此处 虽说两人也想放任不管 但奈何体内已经被劲爆回下了 而向山眼下要面临的就是一对三的局面 莱夫也是打定了主意不要脸 保卢斯攻击的瞬间他也发起攻击 万一失败了他也完全有逃跑的能力 保卢斯面对向山确实有些差异 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 但却是他能跟莱夫打得不相上下 如果能联手对敌的话 说不定有希望打败莱夫 但就在这时 大脑中的病毒发出一道道否定的声音 下一秒保卢斯竟是直接挥拳弓了上来 莱夫健壮紧忙提起长棍 向山也是发动了最强一击 双手紧握长棍中段 通过两端的抖动震破周围的阴障 随即将长棍置于头顶开始高速旋转 这样的动作他只能维持三秒 但眼下这情况已经步步了那么多 向山也是意识到这一招的厉害 当下丝毫不敢怠慢 只见莱夫死死盯着场中两人 使出凤凰三点头招式 向山本来做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 但没想到莱夫竟然临场强行变招 而保卢斯的拳也是送到了眼前 像他这种普通武学或者根本算不上武学的招式向山在熟悉 甚至每招之后的下一招都是近在他的掌握 只见他抓住保卢斯的拳头 利用拳进避开了莱夫的长棍 还不等对方惊讶的功夫 向山只见一个弹射一角便是将保卢斯的脑袋踢碎 战斗中一对二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腾出手来把弱的解决 就像向山这样直接一脚给帮手的脑瓜子踢飞 莱夫见保卢斯惨遭毒手当下也不寒乎 直接扔下棍子一个人撩了杆子 向山不由愣住了 这逃跑速度真是没谁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辆卡车从一旁的房间里冲了出来 只听尤利亚一边追赶莱夫一边大吼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尤利亚直接一个甩尾冲了上去 他顶着莱夫甚至一连撞穿了好几栋房 莱夫见状不由的大怒 当下挥拳就要给尤利亚底送去西北 然而就在这时向山从天儿降打断了他 莱夫彻底的怒了 他哪受过这委屈 突然伸手抓住向山想要同归于尽 然而向山早就撂到了这一手 滑到一边躲开了这一击 顺势将这一击的力道尽数还了回去 而此时莱夫的CPU已经濒临燃烧 而他只能是不甘地乖乖躺在地上 一直藏在远处的劲爆魁 此时也是现出了原形 向山一个弹射冲了出去 下一秒便是稳稳地落在了劲爆魁面前 大哥瞬间懵了 战斗中一旦现身 他就跟送人头没什么两样 当下亮出身体一侧的枪炮 还想挣扎一番 向山立刻反应过来 直接一个滑铲直直将劲爆魁踢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后 向山再次冲向了莱夫 而对方知道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并没有退让 露出自己本来的面孔 缓缓挤出了最后一个凝笑 只见向山冲到莱夫面前迅速起跳 在空中顺势一个鞭腿 将莱夫的脑袋踢飞了出去 一旁的劲爆魁电到好友惨死也彻底心凉了 他现在首先要做的应该是逃命啊 还没跑出去多远近爆魁的身体 竟然是自己燃了起来 原来向山在他体内下的指令现在才爆发 此时的场内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人 那个保卢斯的同伴 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 有这种实力 当下还以为是在做游戏 然而下一秒像山光速般的出拳 竟然是将他击倒在地 镇长此时也感到紫处 剑状刚想上前拦截向山 但终归是晚了一步 大哥的脑袋瓜已然是被轰得粉碎了 镇长剑状似乎是打击太大 竟是直接晕了过去 但随后向山倒是发觉了不对劲 按理说侠客杀了暴徒之后 得到的应该是民众的欢呼才对 但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死死盯着自己 仿佛是在害怕什么一样 人们在面对欺压自己的坏蛋被消灭时 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欢呼雀跃 而是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英雄 大战过后的向山一体 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他也是向医生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其实镇民们也只是见不得那种 直接破坏生物脑的行为 毕竟那可是违反戴森原则 说话间那只戴着镰刀的手臂 已然是被装到了向山身上 在向山看来戴森原则就是一个笑话 强者有着任意蹂躏弱者的自由 弱者却因为戴森原则无法反抗 这个时代看似是自由的 但这种自由是相对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世界上的侠客 才不会完全消失 不过说起对侠客的记忆 向山突然意识到自己遗忘的东西 可能比想象中的有点 我一定是个很有故事的男人 而向山对这对戴着镰刀的手臂 很是满意 古典动力传动与人体肌肉纤维结合 兼具力量的同时又不失灵活 而医生也是将以诺出卖小镇 并且指使为力推向山的事告诉了他 出卖完别人就想跑路 向山显然不想就此放弱他 虽说这种私下审判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但在狭义的层面上来说 这是无可厚非的 而此时被重创的游击依旧处于昏迷 虽说保住了性命 但是心脏 肾脏 肝脏 全部被替换成了人工材质 因为游击的关系 毕竟谁都不想与一个完全失去庇护的杀人磨走太近 然而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 外面还躺着另外两具舞者的异体 当下也没有多想直接将另外的几具异体带回小屋 他首先得知道那些所谓的绿灵道是个什么鬼 然而从来夫的记忆里却是发现了让他大为震惊的东西 所谓的绿灵道就是到处烧杀抢掠 男人的异体做成工程机械和炮塔 女人的异体就做成高级玩偶 就连小孩他们也是丝毫不放的 然而随后他发现 这个芯片里不止来夫一个人的记忆 所谓的Z组织都是记忆共享的 如果被植入了这种毫无约束的记忆 那就像吸食了毒品一样疯狂残暴的种子 就会在心底生根发芽 鲜血杀戮这又算是什么狗屁自由 突然向山又是意识到 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暴力的使用者 虽说暴力与暴力之间存在着差异 但终究还是伤害他人的东西 有些人天生就是为了战斗而生 只有战斗才能让他感觉自己还活在世上 就在刚才一生师父打断了向山的思绪 只见一个半人高的小屁孩兴奋地朝着向山扑了过来 游击一把抓起向山的双弟似乎高兴不已 这几天没见向山的日子里他可没闲着 先前学到的算法现在已经是完全融会贯通 向山也是不由地感叹游击悟性之高 就算以后没有自己的指导 游击似乎也能赌党一面 不过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得不考虑以后的教学问题 因为他并不想替游击做决定让他成为侠客 更何况如今游丽娅因为自己受了重伤 镇民们也是亲眼目睹了他杀人 眼下他似乎是不能再继续留在小镇上 但游击听到要走的消息却是精神振奋 当下问到向山要去哪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应该要先找到隐梦 然后找那个什么暴徒的组织 总之一定不是留在这个小镇 游击闻言当下更兴奋了 他还以为向山会将他一同带上 但向山却是不能替他做决定 因为侠客是一条不归路 踏上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除非尤丽娅同意游击的想法 但游击显然不是那么好活 只见男孩瞪大眼睛盯着向山 如果我的安全是用自由化来的 那我宁愿不安全 这一刻向山在游击的身后 看到了五指的影子 不过他还是不能私自带走游击 就像他对这里来说 仅仅只是一个过客 向山见这小子倒是如此执着 于是他也只得退一步 只要你的母亲同意我就带你走 向山又何尝不知 他本次行动出去的危险 经过连续两场的大战 终于他也知道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只有不断地去战斗才能唤醒自己那丢失的记忆 或许自己的前世也是这样 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不断战斗 在不知道哪一次的战斗中惨遭失守 而这一世向山的目标很明确 无论是残暴的陆林道 还是压迫无辜平民的贵族们 只要是恶人便都是他出手的目标 当然还有那个创造了这一切的万机之父 即便如今的他狠弱 但是可以通过一次次的战斗 从敌人内人夺取一体 也可以夺取武功 夺取资源 只要他向山不死 那么总有一天可以遇到那个暴决 或许这就是向山真正强大的地方 他宁愿忘了自己是谁 也绝不愿忘了武功的初心 我们平时玩的超级马力 有朝一日却是成了舞者们探寻武功起源的手段 此时的亚平民大脑连接屏幕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武道训练 仔细一看身上插着的赫然 不正是我们的小霸王吗 万万没想到小霸王在多年后用这种方式火了 关于向山的事情 他似乎格外地感兴趣 当初自己也是故意把威尔的一体扔在哪 意识到什么不得了事 江湖道这个词缓缓浮现在脑海 当初竟然是完全没看出向山市的内功高手 就在亚平民头疼不已时 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出现 只见一条浑身剑子肉的猎犬出现在门口 正是威尔的叔叔阿尔特斯 看门狗如今都得攀关系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彻底完了 只见阿尔特斯缓缓坐在地上 一个苍老的面庞缓缓缓从狗嘴里看了出来 我并不是想给威尔报仇 我就是单纯的想打死他 原来老头自创的仿生拳法被向山轻易破解 这让他很受挫败 很快按照约定今天是福利官恢复小镇庇护的任务 由于向山的庇护 之后的十几天里也丝毫没有暴徒赶在来警察 如今的他一体却是再度强悍了几分 整个身体完全按照人类身体的比例 还原了肌肉走向 该重的重该轻的轻 这样才能在战斗中更好的发动攻击还能不失灵活 不过一切都完成的他如今也该离开镇子 经过十几天的潜心修炼 不如就叫这个东西为驴板 而他诞生的那一刻便是也完成了认主意识 镇上的人早就迫不及待的去广场等待福利官了 而向山看着远处的荒野又回头看了看破旧的小镇 明明只是个垃圾堆 但为什么心里还是有点舍不 而就在这时镇长乘坐尤利亚拦下了向山 虽说向山无情的在镇子里杀了人 但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他 这个小镇可能早就不复存在 而镇长也是递上来一个东西 还说是游击特意嘱咐的 向山打开一看愣住了 游击说过只要废掉这个芯片 游击就可以彻底与向山分开 他接过芯片当下在脑中进行的格式化 扭头便是往镇子外的方向走去 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是舍不得小镇还是舍不得游击 他停下脚步请告诉游击 最近这几天我对他的表现很失望啊 如果你的老师想兴致勃勃地教你一些东西 你是选择虚心学习还是嗤之以鼻 向山认为学习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但是在他倾囊相授之后游击竟然是不思进去 他不知道的是一切都源自于游丽亚 半赏过后向山似是放下了什么 反正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 现在纠结那些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但是面对游击这个唯一的土地 并且曾经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的情绪很复杂 说不上不舍但是心里很难过 向山突然停下脚步对着游丽亚说道 如果他没有走天的话 未来他一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说完向山带着驴漫漫地消失在了无尽荒漠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他们身后一个慵懒的声音叫疼了向山 来人赫然不正视以诺 然而此时的他哪还有半个工程车的样子 向山当下眼神一寒 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敢出现 而以诺面对向山的责问却是嗤之以鼻 似乎现在的他背后是有什么仰仗 原来莱夫在临死前 偷偷将最组织大本营的位置告诉了以诺 他不但把莱夫的遭遇报告给了组织 而且还被传输了一身武学 但是该说不说的卡车无准还当真是没见过 向山文言又好气又好笑 是谁给你的勇气在这跟我逼逼赖赖 而以诺却是彻底疯狂起来 生死历劫的似乎是想发泄着什么 以前的以诺在镇上可谓是说一不二 但自打游击挖出向山之后一切都变了 所有人都觉得向山是个大英雄 此时的向山已经是彻底无语了 你这个逻辑当真是闻所未闻了 我就问你一句 在我面前现身你做好准备了吗 说着向山也不再跟他废话 当下双手何时将身上的高频震动汇聚到手刀之上 这种技术恰恰就是破解军武道的技巧 所谓军武道是被独立出来的一种武学 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并且普通人根本难以接触的东西 类似于超级坦克航空母舰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侠客的武学是用来起义 那么军武道则就是用来镇压 然而镇长却是打断了向山的思绪 他担心如果现在杀了一幕 可能会因为违反戴森原则而被取消庇护 向山丝毫不以为然 反正他压根也没在庇护之中 突然心中一阵不适敢传来 向山愣了一秒 明明没有心脏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随即天空中一架无人机飞过 他这才明白竟然是电磁波的影响 向山死死盯着空中的无人机 似乎是已经看到了他背后的操纵者 而在不远处的荒野中 一个黑影正在凝笑地盯着他